關於陳振聰件案,有人質疑兩件事,第一是法庭的判決是否含有道德判決成份,第二是否含有輿論判決成份 首先,這些人的思想其實是沒有受過思維訓練,法庭的判案,首先第一是陪審團是否認為這份遺囑是假的 我已經在上次的最新消息跟大家講過,為何用這個鑑證方法來證明這個遺囑必定是假的,是絕無可疑,是沒有人可以辯論這一點 你說法律界內仍有爭議,這個世界永遠甚麼都有爭議,問題是陪審團是否確信,他有沒有罪就再陪審團是否確信 那份遺囑是假的,而我認為在科學鑑證下是絕無可疑,只是憑科學鑑證可以判一個人死罪的,現在是 即是DNA或者這個纖維,環境證供當然是一切,環境證供更加無可疑辯,在科學上是更加確定的 那就是這個,至於法官說有這個道德審判色彩是講甚麼呢,法官是這樣說 這件案在何時加入了這個道德審判外呢,法官是這樣說,當他這件事是假的那一刻,法官說這個罪案的嚴重性是未見過有這麼嚴重的,在偽造文件,第一,因為是牽涉到想吞一個數以千億計的遺產, 第二,當你是量判的標準時的判斷,在量判的時候就會想到這個人有多麼衰,來判他是多麼重,那是量判的標準,不是有罪無罪的標準, 在量判的標準,法官說有一個女人這麼愛你,給了三十億給你,而你竟然,當陪審團已經相信了這份是假的遺囑之下,你做了一份假的遺囑,然後再公開一些證據, 情慾的東西,來傷害這個女人,意圖吞食這份遺產,所以在偽造文件未見過這麼嚴重的案件,所以量刑由十四年開始, 被他減了兩年,我覺得已經撿到了,第二,輿論審判是什麽呢,有些人還說是讀新聞學的,都不明白, 輿論審判,所謂輿論審判也這,就是法庭在未作出審判之前,輿論意圖代法庭判案,即是說陳振聰應該終身監禁,這樣就叫做輿論審判,在法庭作出裁決之後, 甚至在裁決之前,輿論當然是可以,獨自奏這個人的道德,來作出判斷,對不對, 尤其是法庭作出了判斷之後,任何的意見,當然可以自由表達, 有些人還叫人讀書,叫他回家讀史片,多謝大家收看最新消息,